它的缺点是我们打完针之后 大概两个礼拜内 可能都还感受到很强的副作用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在做标靶治疗 2000初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概念都还是化学治疗 化学治疗通常那时候的化学治疗 药物副作用都很大 所以我们大概打完之后 两个礼拜内患者还躺在那边 白血球没办法恢复 肝胜过了异常嘴巴破皮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在用一些 精准医疗的标靶药物 那结果那时候还没有找到 2000初的时候有药物了 但是不知道它的基因 所以我们用了之后就有一些患者 他就是很快速的得到反应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个案 他是女儿带了爸爸来我的门诊就医 当时他因为咳嗽喘 然后去有一家大医院 照了X光到处都是肿瘤 然后是末期 然后他们就在急诊 就直接宣布末期 然后可能就 当时的化学治疗效果也不好 那后来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开始知道有这个基因 我们就去检测有一个基因 它的名字叫EGFR 结果做了之后果然它是positive 那结果我们就开了 相对应的这个标靶的药物给它吃 那一个礼拜以后 他女儿哭着到门诊来 他很高兴地说 高兴吸气而气 感动 对 感动 他说他妈妈早上是在刷牙 而且还吹口哨 我不晓得怎么变刷牙 变吹口哨 对啊 所以当时我们会觉得 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概念是 打了化疗两个礼拜就躺在那里的事情 结果现在的标靶 药物精准医疗 是产生一个很重大 不一样的治疗方式 所以真的检测基因这件事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但是举个例子来说 EGFR这个基因 就不太常出现在其他种癌症 但是HER2这个基因 就可能发生在很多地方 对 那BRAF这个基因 它出现在不同的器官 它对于那个药物疗效不一样 所以其实它有各式各 在黑色素癌效果非常好 在肺癌现在在观察中 应该也是很好 在大肠癌效果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医学研究以后 才能够告诉大家 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同一种药物 使用在跨癌别 就是在不同的癌症上面 其实还是有待研究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例子开始出来的 有一个NTRK那个基因 它现在研究上面是跨癌别 都一样有效 都可以用 美国FDA盖章给它 药症合可 同样的免疫治疗 也有类似的现象 只要是MSI害的 有一个基因的一个标记 如果它是害的 那也可以用免疫治疗的药物 所以这种观念 现在还在推广中 还在研究中 还在研究中 台湾有普遍吗 这个应该还没 基因的研究 有 基因的研究 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做 包括台湾 很多人就是在做 简单的说nal